未來的天空 襯著軟綿綿的雲朵 一床被陽光照得雪白的劍場 在迎風搖曳的椰子樹中屹立 前方寫著方正以法律記 以德化人大字的排楼 仿佛兩位鶴槍實彈的監獄管理員 這畫面不禁令人想起 電視電影裡 網路影片中 監獄裡的侵人與疏殺 戒備森嚴的警衛與安保 夜半時分常有 匡郎腳療聲劃破幾境 讓人望而生畏,敬而遠之 或許很多人一生中 都不會進到監獄裡 所以對她的印象 都是被報導還有媒體說左右者 因此這次我跟Emberley 帶著一點忐忑的心 南下來到嘉義 哈囉,我是Emberley 驅車前往距離火車站 10分鐘車程的嘉義救監獄 實際走訪過去關押收容人的場域 穿梭在一間間 層住他們的斗士 欣賞衣服服近期攝影展的照片 期許能有更多不一樣的發現 與其他公共建設不同 一百多年前竣工的嘉義監獄 承襲著日據時期監獄營建的一大特色 竟是由收容人自己打造 在當時日本將現代化的想法帶入台灣 連監獄也無例外 像是這個嘉義舊監獄 為了有效節省人力 它採用的就是西方早期的 賓夕凡尼亞式結構 以我們這邊中央台為中心 後方連接三條走道 就是通往每一間的浴房 讓監管員員可以隨時查看 監獄中的一舉一動 此外也在浴室裡加裝了蓮蓬頭及熱水 再再體現了浴方在矯正收容人的同時 也隨著時代進步 跟著重視人權的提升 與現代化的腳步 在這裡還可以發現不少特別的文物與說明 像是手銬、腳鳥 其實也都沒有像我們想像中的那麼簡單 像以前比較不人道的時候 腳鳥最重可彈20公斤了 如今其實已經大幅減輕的重量 像台灣則是不能超過3公斤 都在這個看板上可以看到這些資訊 走進過去點獄場的辦公室 一張張的黑白老照片中 依稀可以窺探歷史洪流的軌跡 宛如電影情節裡的會客室 那面透明玻璃與電話 壓抑了多少愛恨情仇 在這裡難捨一一 端詳獄警與囚犯的服裝 讓我們默默的肅然起敬 還有攝影展上的攝影師們 透過不同面向的鏡頭 帶我們重新認識嘉義舊監獄 踏著越來越沉重的步伐 來到了攝房區域 打開秀時卻依然剛硬的門鎖 走進一間大約只有平米大小的房間 沒有阻隔的馬桶 簡陋的設施 彷彿唯一的希望 就只剩下頭頂窗戶外灑進來的陽光 真的很難想像這樣的大小 竟然要容納五六個收容人 真的是超級小的 他們很辛苦 然後其實仔細觀察會發現 每個牢房其實它的天花板是鏤空的 如此一來才可以讓管理員從空中通道 仔細監控監獄裡的一舉一動 來看如果收容人有什麼不當舉動 可以馬上潑冷水來自治 除了待在小房間裡 獄中還有四座工廠 讓收容人從事手工或是勞動 儘管在材料極度稀缺的情況下 從一件件作品當中 還是可以看出 裡面或多或少都有 想了一些期待 悲傷與懷恨 以及透過監獄這樣正向的矯正力量 其實給予不少收容人 重新開始的機會 以及心靈上的洗滌 穿過富裕館斑駁的牆門 就是女間的區域了 在這裡特別規劃了幼兒室 只要收容人有三歲以下的小孩 就可以入間一起生活 甚至還有搖籃跟玩具 辦成因為人數過小而猜測 而其他部分 最大的差異就在於日治時期 還因實著男尊女卑的成就觀念 追女間的送餐口 是在門的下方 陽光下 那床被陽光照著雪白的建築 走過一世紀的禁錮 五成峰 傳遞源源不絕的正向能量 矯正無數收容人 如今以卸下重任 轉為御政國務館 成為全台唯一以監獄回主題的景點 開放給遊客參觀 同時也結合各類活動 如近期的攝影展 讓社會大眾揭開監獄裡的神秘面紗 使更多人了解台灣御政發展的軌跡 在漫步展觀的同時 在認識歷史的記憶之後 似乎也讓我們更爭取此刻的安穩 自由 歲月靜好的可貴 好啦 我是果子 我是Emberly 那我們世界的下個角落見 掰掰 離開嘉義舊監獄前 又走了一次從大門到中庭 踏進拱形的入口 經過了長長的歷史朗道 和日治時期留下的天造大神致役後 來到了中央台前 從右邊的側門出去 是集會及活動的日新堂 這次的舊間光影記者會 就是在這裡舉辦的 賦予館的水泥仔門後 除了密布了巨碼與攝影機外 就是最主要的側展區域 首先遇見的日光草長 溫暖而明亮 精彩多元的攝影展 呈現著張張舊間最真實的樣貌 印象掛軸區裡的鮮黃布條 交織成最受歡迎的拍照熱點 最後進入反思回廊 穿過漸漸設防 然後循著入口的光 一步步重新省思自由的定義 回憶起記者會當天 全美幼兒園天真可忍的小孩們 揮灑汗水打擊著太鼓 為整個活動揭開序幕 日清堂裡 悠揚的小提琴與電子琴合奏 雅致的歡迎長官及媒體的到來 主持人在台上到處策展的核心精神 然後就由雲林第二集羽記憶班 帶來精彩的掌中戲表演 準備迎接嘉賓們的致詞 我想透過今天我們嘉義建議 舉辦的這樣的 舊間光影攝影展覽 可以讓外界看到 我們舊間不同的面貌 以及我們也可以看到 我們矯正一個走過的足跡 進步的一個歷程 世界為二的嘉義監獄 這個榮光的建築跟歷史 那麼同時也帶動了 我們在嘉義市的深厚的 我們的文化的地獄 在嘉賓們依依致詞後 也就是最重要的啟動儀式 翻轉歲月遇見曙光 哇 可以看到我們的速度 精神獻 謝謝 曾董事長 稍微旁邊等過我的現象 那請見了 謝謝 謝謝姜老師 請等我一下 謝謝 謝謝姜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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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姜老師 謝謝姜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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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想送我們一些 交給工作人員 謝謝姜老師 謝謝姜老師 可以贏按一下姜 好 謝謝姜老師 謝謝姜老師 今天登場的朋友 好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秀的間 參加我們的聲音 謝謝 謝謝秀的貴賓 攝影 即捕捉光影瞬間的姿態 而光的形態 是自由變換的存在 是一種象徵 也是一種指引 不同的光影折射在相同的建築物上 會產生不同的氛圍 所有的攝影者 都是詮釋光的使者 也是釋放光的鑰匙 這一次的舊間光影攝影展 選在婦幼館舉辦 光線可以從窗戶的細縫穿過 在室內流轉 光影變化的物理作用 在展場自然發生 觀展者內心的化學變化 也隨著光影和照片交互反應 透過攝影者的鏡頭 紀錄舊間的過去與現在 讓流動的時間與光景 暫停於此 用圖像語言 演繹嘉義舊間域的堅入佳境 刻畫舊間獨有的永恆價值 無聲勝有聲的正向力量 絕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